那趁现在我看咱们准备了这么多种的辣椒 我们是不是应该处理一下了现在 我们先剪 这种就是来炼制我们的所有辣子 在川菜这个凉菜里面 考验一个师傅手艺的好坏 关键就是这个红油 以菜籽油和干辣椒为主要的川式红油 唇香扑饼 浓郁厚重 是川菜烹饪的重磅调料 无论是脆爽的怪味 灯饮 鱼片 嫩滑的红油凉粉 还是绵软的红油凉拌鸡片 只要有了这勺川式红油 地道的川味会立刻征服人们的味蕾 哪一种辣椒需要多一点啊 这种就是每家的配方比例它不一样 咱们主要是二斤条 每一位川菜大厨都有自己的红油秘方 王大哥的这款红油用到了四种辣椒 下一步呢我们要干嘛了 炒制 小米辣厚重 二斤条平和 柱皮焦浓香 朝天焦热辣 好香啊 很辣 好呛 这个是有点 它是有种焦糊香 但是辣的那个味道一下子就冲出来了 这个辣烟 热锅中 他们彼此激发 释放出层次丰富的香与辣 下一步我们就给它捣碎 好 高温备制后的四种辣椒碎 在传统石旧中反复冲倒 整个过程 王大哥专注明神 不急不躁 当辣椒碎全部化身辣椒面 红油的炼制才正式拉开帷幕 我们用的菜籽是这种黄菜籽 它的产量更低 但是它的香味 配味更好 酥油呢 有很多讲究 第一 咱们的油温 要把它烧到在 230到240度左右 这个很多掌握不好 就会烧燃了 浓醇的菜籽油 烧到恰到好处的温度 姜葱浸入其中 散发各自的新香 捞起来 然后再把油温升到180度 为了我们的辣椒能够充分地体现 它的糊辣味上色 然后就是真辣 热油终于备好 些许白芝麻增香后 王大哥说 辣椒面的加入 分三次完成 第一方激发糊辣香气 第二方炼制红油色泽 第三方释放辣椒烈性 此时终于达到 喷香富裕的顶点 是时候让主角 玻璃耳叶出场了